2023年的一开始,BMW Malaysia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全新的小改款BMW 3系列 这次还是维持了三个引擎选项,分别是320i、330i还有330i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车的外观设计跟小改款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在外观的设计部分,如果你看回小改款前的3系列呢 你会觉得那个车的外观成熟稳重 可是到了新一代的车型上面呢,它变得更为年轻更为的方正 你可以看到全新的LED投资组变得非常的锐利 而且里面的灯组看起来也非常的精致啊,这个也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生命观 但是水箱护照没有变大,同样的还是一样的设计风格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其实是非常适合BMW Malaysia 的这个车款的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保险干校园,它用了非常多锐利的线条 营造出非常方正的车头设计,肌肉感十足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小改款3系列的设计 你只想看呢,因为这辆车是ANSPORT的设计风格 所以它采用了ANSPORT的RIM,这一个五爪式的设计我个人觉得也是很帅一下 非常符合它的设计风格,然后原厂配来的轮胎直接给你PS4 所以这个性能表现跟操控表现应该很出色啦,它的尺寸是225 45 R18 后期换轮胎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啦,但是没有关系,操控是最重要的 来我们看这个车尾的设计风格,这个车尾设计风格基本上跟小改款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啦 这个3D LED 维灯组线条还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耀眼 如果在晚上的话,这个辨识度真的很高啦 尤其是我最近晚上一直遇到三系列 所以我觉得这个尾部设计是这一次三系列最成功的地方 然后因为凸显它的运动感受,所以它在下方配置了双排气管的设计 至于在车身尺码的部分呢,则是跟小改款前没有任何的差距啦 所以空间表现还是一样的 打开这个尾箱它同样有电磁阀,然后这个尾箱空间宽度还好,但是深度很足够 所以如果你把这辆车当成是家庭房车的话,我相信也是非常足够啦 然后在这边就是这个欧系车的设计啦,它是没有备胎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小电池用作辅助启动用的 BMW的车款基本上都会有这个电池啦 引擎的配置就跟我之前讲到的,它有三个引擎可以选择 我身边的这个是330i,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58HP,峰值扭率表现400Nm 匹配的是ZF的8速,自拍变速箱,0-100的加速只需要5.8秒 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也是目前马来西亚这个三系列中最快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在3月的话,他们会引进这个M340i 3.0公升的直六杆涡轮增压引擎动力跟出来哦 各位的年轻化,当然不只是在外观上面做出改变 它的内装同样的有非常大的进步 首先最好看的就是这个双联屏啦 这个双联屏的尺寸非常的大,而且采用的是OLED的材质 所以对比度跟亮度,清晰度都非常的赞 而且呢BMW也表示呢,他们未来的车款 并不会跟随潮流采用那种超大屏的设计 而是这样子的设计,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其实也非常的足够啦 重点就是在太阳底下的话,不要反光就行啊 然后我们拿试驾车才知道,然后再打开这边过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机座,还有杯架 然后这个是这个iDrive系统的控制按键 它除了有触控之外,你也可以从这边进行控制 然后那个BMW非常经典的火腿排挡杆 不见了,变成了这个小巧克的排挡杆 我觉得好可爱哦 但是呢这个设计有好有坏啦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空,但是我觉得简洁非常的不错啦 然后打开这边还有个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这边还有一个USB 然后至于在它的这个座椅的部分呢 包覆性还是以往的BMW设计,非常的出色 除此之外,这个方向盘也是ANSPORT的方向盘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抬头显示器进行了升级 哇,这个升级之后的抬头显示器 真的是太严了,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现在BMW的车款 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不需要再给1299了 这款车不只是在前面有氛围灯的设计 在它的后面呢它的门板上面同样的是有氛围灯的设计 然后它的质感还不错,该软的地方都是软的 然后在中央呢,它的坐姿还不错啦,你看到空间表现 然后呢,因为这款车呢,它是后轮巨动车款 所以它中间是有一个骨鞋面积 因为有一个传动走在那边嘛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有冷气出风口 它冷气出风口,风量还可以进行独立的调整 不管是温度还是风量都可以 然后它在它的下面还有两个USB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 整体来讲,这个空间表现其实做起来还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边是人山人海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新车介绍就只有这样子 不过大家放心,如果以后有新车的话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借出来为大家试驾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款车,或者是留意这款车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拜拜!